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灵异游戏 事情大概发生在十多年前,以前我家住在贵州的一个县城 老房子是以前矿上分的房,后来没晃倒闭了 家属区也大多搬家了,我家也搬了 但是那会儿老房子没拆迁,也卖不出好价钱,所以空着 就成了我那会儿聚集朋友的乐园 那会儿我有个网恋女友叫娜娜,她从重庆过来跟我奔县 我们顺理成章的同居了,一块要好的朋友 月雅跟徐雷经常来我家玩电脑,或者吃吃喝喝 于雷是在小学生,就读省城一个专科学院 月雅的女友、小朋友跟于雷是同学 在一个周末,于雷经过我同意,邀约了很多她的同学 我也都认识,其中包括月雅的女友、小朋友 月雅、鱼雷、狗狗等十多个人,说我们一起做个party 大约晚上七点过,我们买了烤肉啤酒 零食一起去了我家矿上的老房子 当天娜娜来大姨妈,所以喝酒吃烧烤她都没多大兴趣 早早就洗漱,上床睡觉了,她睡觉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过的样子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大家聊着聊着就开始偏灵异话题了 因为我从小对这类事件感兴趣 以前也常上当时恐怖论坛中国灵异网 看过很多民间传闻的灵异游戏 所以大家聊着聊着就提议玩灵异游戏 当时已经快五月十二点了,大家就商量五月十二点 去我家附近十字路口玩灵异游戏 前面也说了,家属去是矿上分房 加上煤矿倒闭,有点条件的都搬离这了 所以路灯坏了,很久都没人修理 我家出来之后,除了门口自己家安装的一个路灯之外 全黑漆漆的,当时人多,加上喝了酒 而且十多岁的男孩正是逞能的年纪 所以大家也都没人打退堂鼓 大约十二点左右,我们一行十多人拿着箱 碗筷饭就来到家不远的十字路口 这是我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见鬼方法 说用碗盛着饭,饭上插箱点燃 用筷子敲碗不要停,就会看见有鬼来吃饭 我们一行人来到十字路口,因为只带了三碗饭 于是我们就三个人敲,其他人在旁边看 说实话,敲的时候真有点吓人 冷风嗖嗖的,而且周围一片漆黑 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但是敲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大家就决定放弃,然后实验另外一个 头低下来,从自己当步看后面,说能看见鬼 结果一行人试了,也没有反应 慢慢的大家失去了兴趣,决定回家了 然而一个胆大的女孩狗狗不甘心 说我们人太多了,说让我们回去 她自己再试一试 结果我们都回去了,狗狗一个人留下来敲碗 回去后大约十多分钟,狗狗抱着碗回来了 说我们走后,她自己敲碗,结果走来 一个老太太看她,她也不以为意继续敲 结果老太太站她旁边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她自己还说,可能那老奶奶当她是神经病吗 当时我们也都没觉得什么 狗狗回来后就说她很困,然后躺沙发上就睡着了 当时我们一堆人在客厅,喝酒划拳吹牛 她毫不在意,倒头就睡,几分钟就睡得跟死猪一样了 大约一点半左右,大家也都喝不下了 老房子就三个卧室,根本睡不下 这么晚看房子这附近没多少人住 根本不可能打到车,大家就决定通宵聊天吧 于是分成三组人,一组在客厅 另外两组在另外两个卧室 当时客厅的人在打牌 我们这个卧室的还在聊灵异事件 鬼故事之类的 大约凌晨两点左右,忽然灯闪了一下 然后客厅就传出女孩子尖叫 当时我们两个卧室的人都冲了出来 就那一幕,哪怕十多个人都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只见本应该另外一个房间睡觉的娜娜跪在客厅 双手死死的掐着自己的脖子 因为女孩子留指甲的原因 她自己指甲都已经插入肉里了 脖子上都是血 因为自己掐着自己无法出声 脸憋得通红,眼泪跟不要钱似的画画的流 然后客厅的小伙伴们都被吓得靠着墙 我看到第一时间过去抱着她 然后试图掰开她的手 但是不知为何,她力气出奇的大 我马上叫了鱼雷、月雅 我们仨一起把她抬在沙发上 月雅跟鱼雷分别掰着她一只手 我按着她的身子,说来也怪 掰开她手,她一样没有哭出声 还是无声的流泪 现在回忆觉得奇怪的是 狗狗在沙发上压根没醒过 哪怕之前尖叫声 她还是在沙发上睡得像死猪一样 之后一系列的事,她都没醒 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 我大声叫娜娜,娜娜醒来 结果没用,掐人中也没用 她双手一直在用力,试图自己掐脖子 然而这时候我想起来往上一些驱邪的土办法 最开始,我让鱼雷跟月雅按住她 我去拿扫把,倒过来放门后 看见她还在争扎 又想到中止血跟舌尖血阳气最重 舌头不敢咬 我就用刀割破自己中止 按在她的眉心,也不见好 接着拿来碗红绳打结 那个结也是在论坛学的,放水里 然后碗放沙发底下 发动大家一起吼,对着空气骂 摔板凳凳凳凳 随后我又想起来 菜刀劈在我家大门上 老房子木闷 乱七八糟土办法用了一圈 那会儿是真手忙脚乱的 以前老房子搬家的时候 几乎老家具啥的都留在了老房子里 那会儿家里书柜有本什么经书来着 我也死马当活马仪 拿来照着读 也就这会儿 慢慢娜娜的挣扎越来越小 月牙,鱼雷也慢慢松开手 站到旁边去了 我就低着头继续读 最后我读累了 把经书扣她脸上 她慢慢睡着了 我这才抬起头 对大家比了个虚声的手势 也就这时 小朋友本来是挽着月牙手臂站着的 忽然一下子晕了过去 在场的人又是一惊 好在月牙摇了摇 她就醒了 醒了后 一直抓着月牙手臂不放 也不说话 问她什么都死命摇头 我把娜娜抱进卧室 出来之后问小朋友 她就是不肯说话 这么一来 大家都无比的害怕 谁都没有了睡意 在场睡着的就娜娜跟狗狗 说来也怪 那么大动静 折腾那么多事 狗狗一直在沙发上睡着不醒 包括刚才 娜娜就在她旁边 我们聊天一直到第二天天亮 不过大家默契的不再聊灵异话题了 聊聊去闻去世 一夜过去 当早晨七点左右 太阳照进来时 大家仿佛都松了一口气 狗狗也醒了 我们问她 她对昨晚所有事一概不知 小朋友开口说话了 说她昨晚就抬头一看 我家窗户后看到一个人头 她说只感觉是个女的 具体年纪要貌都没看清 她就晕了 醒来后她说不知怎的 总觉得不能说 说了那女的就会跟着她 后来大家决定 娜娜醒的话如果没记忆 大家就别告诉她了 免得吓到她 后来七点半左右 娜娜醒了 醒来洗漱发现脖子有伤口 还问我怎么回事 我也就敷衍说 估计她自己不小心抓到了 让她别留指甲了 故事到这差不多结束了 后来老房子也拆迁了 这事十多年了 我如今提及还是历历在目 后来我也跟很多朋友讲过 朋友们都笑着说 我可以当作家 当编剧去了 都不信 就最近我还跟当事人讨论过 大家也都觉得是撞鬼了 因为娜娜跟我那帮朋友不熟 不可能恶作剧 而且就算是恶作剧 也不可能掐到自己脖子都出血 所以奉劝大家一句 千万别乱尝试 灵异游戏 感谢君大郭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二号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